怎样看出一个男人不爱你了 现如今很多女人 她们刚开始都被男人的欢言巧语说骗了 说好导致一个女人的一生都将混在这个男人的手里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男人不爱你了 其实就可以通过以下这几个方面 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决定 那个男人是否真心爱你 同时也警告那些女人们 如果有一天当一个男人真心不爱你了 那么你就该放手 不要再一味的去讨好他 这样只会让他更加瞧不起你 一 我再对你关心 刚开始当情侣们相处的过程当中 不管女人的脾气有多大 男人都会去尽量包容她 她会用尽自己一生的力量 去拼命呵护着这个女人 可是这只是曾经在一起交往的时候 现如今当两个人真正结婚了 男人就不会再去全身心地照顾一个女人 即使有一天女人生病了 她也会装作默不关心的样子 像这样的男人一眼就能看出 其实她早就已经不爱你了 只是她还是爱与面子 一直不知道如何去向你表达而已 只能够通过这种方法 让你慢慢地去体会 从而达到她的目的 二 经常甩住一副臭脸的样子 当一个男人不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她与之前相比 简直就是判若两人 之前的她每天都不管上班有多忙 都会给你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因为在她心中觉得你比工作还更重要 可是久而久之你会慢慢地发现 她经常下班回到家摆出一副臭脸的样子对待你 她宁愿对全世界人微笑 却唯独不对你 像这样的男人 我想一个再变的女人都能够知道 眼前这个男人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吧 如果当一个男人真心不爱你的时候 那么你也不要再去一味地去挽留他 不管你怎么做 在他眼里都已经回不到曾经 所以该放手的时候就应该放手 离开对你们两个人都是一种洒脱 三 每个月的工资不再上交给你 都说男主外女主内 很多人在结过婚之后 他们都非常心甘情愿地 把每个月的工资都上交到自己女人的手中 同时也能够看出 这个男人对女人的心思 这样也能够让女人在婆家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可是很多男人 他们往往在婚前婚后有一个很大的对比 一旦投入到感情当中 他们就会私吞很多钱财 并且在和女人出去的时候都会选择AA字 这样就能够判断出一个男人 即使他早就不爱这个女人了 所以他才会选择这种残忍的手段去对待这个女人 四 不再和你有肢体上的接触 我们都知道 每个男人都非常的好色 然而也正因为他们的好色 才能够引起一个女人的喜欢 刚开始当男人和女人接触的时候 他们会表现出迫不及待的样子 想早一点和这个女人发生关系 可是久而久之 男人对这个女人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并且即使他们两个人结过婚 男人也不会在女人进行防视 每次都在女人想要的时候 男人都会找各种理由去当借口 拒绝这个女人 其实就是通过男人这一个小小的举动 就能够看出她已经不爱这个女人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爱一个人就会想方设法去满足这个人的要求 可是女人一旦上了年纪之后 她们性需要过大 而此时这个男人却不愿意满足自己 所以再次告诉那些女人们 如果身边有这种类型的男人出现 记住一定要和她断的彻彻底底 不要再抱有任何希望 以上就是通过这几点 就能够判断出一个男人不爱你是什么样子的了 所以女人们一定不要再到自己政治风华年貌的时候 而被一个男人给毁了 因为女人的美誉是最为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